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說 希望泛民主派回心轉移 支持政改方案 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也認為日後可以再次啟動政改五部曲 改善選舉辦法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就表明 如果人大不修改831決定 他們不會支持 2017年我們能夠一人一票 能夠選到特首 這一步是很重要的 走了這一步之後 日後關於普選行政長官 那些具體的做法 各樣東西 當我們取得了經驗之後 我覺得可以循序漸進去作出一些優化 至於優化的內容是怎樣呢 我想到時候 如果有些屬於本地立法的 那就容易解決的 如果你有些大的調整 那個可能又要重新走五部曲才行 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 是令到普選是不可以實行的 所以如果堅硬要我們支持一個假的方案 我們是不會支持的 但是我都明白 其實很多人 可能包括政府都是想一個方案是通過的 所以要令到這個方案通過 就要北京去決定 人大常委會831框架是要修改 而令到當局可以提出一個方案 是給香港市民有真正的選擇 是不會有不合理的篩選 那麼到時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會很支持這個方案 那就可以通過了 如果政府通過香港的話 你是有什麼方案的問題 我覺得你承諾將來的東西 我們很難會收貨 謝謝大家